安家杰有能力接班郎平 女排站土耳其 她的两次临场调整建功力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7月3日 中国女排在世联赛南京总决赛首场比赛中一道三不敌土耳其 应该说二线阵容出战的中国队 面对全主力的土耳其 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接受 从实战看 女排替补队员敢打敢拼 打出了精气神和正常水平 更为可喜的是 执行教练安家杰的指挥调度进步明显 两次临场调整都颇见功力 如此下去 安岛有能力接班郎平 安家杰指挥比赛 李约周期就进入国家队教练组的安家杰 一直是郎平重点培养的年轻教练 经过几年来的历练 安岛临场指挥能力虽有提高 但一直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这次南京总决赛 主教练郎平休战 安家杰再次担起临场指挥的重任 首战土耳其 安家杰的两次临场换人都非常及时 科学合理 证明他已经飞西比 日渐老练 仪式先后换下首发的两名副公杨涵玉和王源源 鉴于土耳其攻击力强劲 安家杰首发派上杨涵玉和王源源两名高大副公 出发点没有错 意在通过高篮网 遏制土耳其的网口火力 实战两名高大副公跟不上步 篮网发挥不好 不是杨涵玉和王源源实力不行 而是因为我们的发球菜菜 由于中国对发球没有攻击性 土耳其一传道位率很高 速度明显提升 进攻下手很快 这让身材高大的杨涵玉和王源源移动 篮网非常吃力 经常是人还没挪到位 对方的球就下来了 首发副公表现不佳 看到高大副公移动跟不上 安家杰及时调整 先用胡明源换下杨涵玉 不久又用正义心替换王源源 身体灵活的胡明源和正义心 移动速度明显更快 中国队的篮网开始逐渐发力 进而逆转拿下了第三局 显然 安家杰根据场上的实际走势 及时把首发的两名副公全部拿下 这一调整收到了效果 二是用断放换下刘晓彤 作为队长的刘晓彤 是征战总决赛的这支女排中名气最大 自立最深的球员 在朱婷 张长宁 袁新月等主力缺阵后 刘晓彤就是球队的领军人 因此 安家杰自然会把刘晓彤放进首发阵容 但实战刘晓彤状态低迷 一传满天飞 一攻不下球 相比对角的刘晓彤 他的这个点进攻基本牙火 全场比赛刘晓彤22扣6中 扣球成功率只有27% 看到晓彤不在状态 安家杰看状态不看名气 果断用断放把他换下场 断放上场时间虽短 但8扣3中成功率37.5% 中国队进攻端明显改善 正义新替补出场发挥出色 竞技体育变换万千 比赛场上情况复杂 作为负责临场指挥的主帅 就是要针对问题 随机应变 随时调整 安家杰能根据比赛实况 把首发的两副攻和队长换下 很有气魄 非常果断 彰显了其临场指挥能力 按照这样的态势 相信安家杰有能力接班狼岛 让我们期待着